他做這樣是不會直接下去 但是有過路有的騎機 如果騎到空間沒注意就走去過 民眾說的危險路段 就是剛做好景觀改善工程附近 政府將閒置的舊拍所整理門面 將前方道路鋪上的步道 變得美輪美奕 但原本三根路燈被拆除之後 當地變得很昏暗 這裡也有一個路燈 這裡也有路燈 這裡也有路燈 現在有這個建設 路燈都站著 現在倒這個 還有小孩這邊也有路燈 騎車過來以後他就直接直衝到海裡面 因為這邊都沒有燈光 而且這邊的燈光其實也比較昏暗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加強標示 並且增加照明 來有三支路燈 照明設備還是很好 但是為了景觀的問題 把三支照明設備 路燈把它移走了 移走了現在變成景觀燈 景觀燈的亮度不夠 到的地方又不夠 所以今天特別來請我們這一些民意代表 再來把照明的問題再檢討一下 擔心行人不行安全 進入市議員呂美玲 張浩漢 邀集了市政府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針對這一代廣場照明 及周邊的照明設施 全面進行檢討 所以說我們知道關銷處在整體的規劃 其實是不錯的 然後他也做了景觀燈 但是景觀燈好看 但是最重要是他亮度不夠 而且他周遭也沒有去注意到 因此我們的周遭就顯得在照明上面 就非常非常的微弱 甚至有些地方是全岸的 因此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是請相關的單位過來 我們希望說相關的單位 包括區公所還有公務處 未來能夠在路燈上面加強 同時我們也希望關銷處在比較 照明不夠的地方能夠加強照明 那這樣子的話 不僅能夠讓當地的居民感覺到安全 未來民眾或是觀光的遊客過來的時候 他們到了夜間也願意再度的停留 然後也不會有安全之餘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技術的趕快做好 最好能夠在承播會的時候 我們能夠把最亮麗的一面 來給我們所有來自 臺灣所有的觀光客來看 我們基隆真的進步了 在明秋佩術所 周邊在從去年開始 在進行周邊環境的一個改善的工程 那工程已經到一個段落 但是有非常多的民眾來反映 在港邊的區域 尤其在夜間的時候 因為燈光照明的一個不足 所以在通行時會讓人家 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今天我們也特別要求 產發處跟關下處 來到現場來進行一個看場 那希望的就是把燈光照明的一個部分 能夠做得更加的一個完善 讓我們周邊的民眾 以及外來的觀光的一個遊客 在夜間經過正兵地區的時候 能夠有更安全的一個保障 正兵漁港周邊照明的部分 在漁港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在港區的部分照明的話 會由我們產發處這邊來負責 那另外的話 牽涉到關銷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把案子的話 建議案移給關銷 那在區公所還有公務處這邊的話 我們也會把建議案納入我們會看紀錄裡面 你給這個相關單位去做一個研議辦理 那後續的話 民眾的等這整個場域的話 陸續完工之後 然後陳柏也會再來舉辦 還有相關活動舉辦之後 如果有相關安全的還有照明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來逐一的做一些補強和改善 經過兩位議員會堪 市政府承諾盡快改善照明設備 讓遊客願意夜間停留這裡 夜間安全更有保障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晚安 晚安